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光啊,叫你陪我缠坐,就是要让你培养定性,可以让你的心更安静一点,具有沉淀,跳脱,转化心灵的作用,让你关照自己,想想一天中发生的好事或坏事,去省思自己, 将不好的杂念排除,可是你从刚刚一进来缠坐到现在,就像一只毛毛虫一样,动个不停,做扭扭又扭扭的,成何体统啊,真是枉费了我的一番酷心 不是啊,师父,我的心里面有事情啊 怎么了 哦,虽有事情让我思思念念啊 什么思思念念,你用错词了吧 我看你这么心不在焉,这件事,应该让你非常挂心吧 小凤,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坐在山门外面的那棵木瓜树啊 我当然记得,上次那棵木瓜树,还长了几棵好吃的木瓜呢 对嘛,那个木瓜好好吃哦,对不对 是啊,是不是那棵树又长木瓜了呀 不是啊,师父,那棵木瓜树好像生病,快死掉了 生病快死掉了,怎么会这样呢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下课回来,就看到叶子掉了好多哦 树上的叶子都是黄黄的,是不是快死掉了啊 师父,你知不知道哪里有医生可以帮树看病呢 我想要带他去看医生伯伯 小护士阿姨帮他打针,他应该很快就会熬了 师父想想,这棵木瓜树怎么会好端端的就生病了呢 唉 师父,你快想嘛 这棵木瓜树就像是我的小孩一样 我每天都为他喝水,每天回来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棵树耶 而且他还生了这么多木瓜给我们吃 现在是十月,还勉强算得上是秋季 也已经渐渐进入冬季了 应该是因为已经入秋的关系 所以树木才会有枯黄,掉叶子的现象 这是大自然奇妙的自然现象 从古至今不变,以及不停地转换 所以,师父是说,木瓜树没有生病吗 好端端的,怎么会生病呢 只要你有定时浇水,还有足够的阳光 木瓜树的生命是很坚韧的哟 绝对不是像你说的这样,什么快死了,胡言乱语的 哦,加木瓜树没有生病,也不是快死掉 那他为什么会像坏掉的一样 而且,我妈妈说,只要是生病了,脸色就会不好看 我今天看到了,木瓜树的颜色真的不好看 都黄黄的,身体也黄黄的 它不是脸色不好看 它只是换上厚厚的衣服 因为冬天快来了 这样它一直站在外面,才不会冷嘛 哦,原来那可是新衣服啊 怕我以为它是山变影,虽然颜色不好看耶 当每年的秋季快结束 即将要进入冬天之时 很多地球上的生物都会做好准备来迎接冬天哦 例如说,树末就会变枯黄来储存能量 而很多小动物就会用冬眠来储存能量 来迎接这漫长又寒冷的冬天呐 那冬天过来呢,要过冬天还要做那么多事哦 它们都好辛苦哦 就像你啊 每次一到冬天,你不是都躲在床上,用厚厚的被子盖住吗 每个人跟每种生物,面对冬天所做的准备都是不一样的 等漫长的冬天过了,就是要迎接美好的春天啦 所做的准备也都是为了这春暖花开的春天 哇,这个大自然真的很厉害耶 说大太阳就是大太阳,说下雨就下雨 说很热很热就很热很热 说要很冷就非常冷 那师傅,我们真的不用带木瓜树去看一山打阵吗 不用啦,我相信啊,这棵坚强的木瓜树绝对可以枯木逢春的 嗯,枯?木逢春是谁啊?木逢春是木瓜树的星期吗? 为什么木瓜树要对木逢春枯啊? 这是一整句的 枯木的意思是即将坏掉的树木 也就是枯黄的树木啦 嘿嘿,害我以为木逢春是一个还有名的人耶 师傅,那逢春呢? 这个逢春的意思就是又遇到了春天哪 你想想,当你很冷很冷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很温暖很温暖 你是不是又会全身充满了活力与朝气呢? 整句话的意思是 枯干的树遇到了春天又恢复了活力 也比喻垂围的病人或事物重新获得生机 哇,原来这个就是枯木逢春啊 等一下小燕姐姐来,我要考考它 嘿嘿嘿,如果小燕姐姐不知道还是答错了 我就要好吃的巧克力蛋糕了 哦,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蛋糕了耶 我相信小燕才不会那么容易就被你考倒的 嘿嘿嘿嘿 师傅,年糕对我有信心啊 我吃无光耶 好好,等小燕来,我们就来试试吧 嘿嘿嘿嘿,巧克力蛋糕,巧克力蛋糕 我是最爱巧克力蛋糕的悟光小师傅 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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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好了好了,小燕还没来,我们就继续缠坐吧 好,我乖乖乖坐好 是啊,静下心来,不要想东想西的 小燕姐姐,你来哦 我等你很久耶 呃,不好意思哦,师傅 打扰你们缠坐了 诶,悟光,你说什么你等我很久了 我记得,我们没有约好今天要见面啊 我就知道你会来,我一直等你 先来看到你就像空木房村一样 悟光啊,你怎么又乱用成语了 你真是的 我是想考考小燕姐姐到底知不知道空木房村的意思吗 我知道啊 那你快点告诉我空木房村的意思吧 好,我可以告诉你 对,如果我答对了呢 如果你答对了,我请你吃糖果,好不好 要让悟光请吃糖果,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哟 小莲,可见悟光有多喜欢你了 对啊,对啊,我最喜欢小燕姐姐了 我只请我喜欢的人吃糖果哦 哦,我如果答对了,有糖果当奖品 那,如果我答错了呢 嘿嘿嘿,你如果答错了呢 只要请我吃一个小小的巧克力蛋糕嘛 这不算简单 哎,我答对 你只请我吃一颗小小的糖果 我答错,就要请你吃巧克力蛋糕哦 哦哟,你真的是很会经打细算呢 好嘛好嘛 那你就快点告诉我枯木逢春的意思嘛 我好想好想吃巧克力蛋糕哦 嗯,你听仔细咯 枯木逢春说的是枯黄的树木遇上了春天 也就是生命遇上了新的转机哦 嗯,嗯,嗯 啊,坏坏,你答对了 我没有巧克力蛋糕可以吃 还有送离开我的糖果 我真的是陪了冰又折冰哎 嘿嘿,是陪了夫人又折冰啦 我就说嘛,小莲没那么容易被你烤倒的 我现在想到没有的蛋糕,快快要没有的糖果 我就非常难过 嘿呀,你不要难过嘛 我是逗着你玩的啦 不管我答对还是答错 我还是会请你吃巧克力蛋糕的啦 武光啊,小莲对你真的是好 你也该收敛一点啦 就只会一直跟小莲卡油伸手要礼物 没关系啦,师傅 我也没有兄弟姐妹 武光呢,就像是我的弟弟一样啊 武光,那你等等馋做完 我们就出门去买蛋糕咯 呦吼,我最爱你们的 освkraint olha 枇 ук 去买蛋糕丝 去买蛋糕 也有,我在买蛋糕 嘿呦嘿呦嘿嘿呦啊嘿呦嘿呦嘿嘿呦 天天開心 法喜充滿 讓我們一起身體好 來運動 拜拜我的頭來拜拜頭 甩甩我的手來甩甩手 搸送我的肩來送送肩 松松我的肩来松松肩 张开双手深呼吸 抬抬我的脚来抬抬脚 抬抬我的脚来抬抬脚 蹲蹲我的脊来蹲一蹲 蹲蹲我的脚来蹲一蹲 扭扭我的腰来扭一扭 扭扭我的腰来扭一扭 张开双手深呼吸 师傅 您有被退稿的经验吗 多的嘞 从年轻到现在 有时候写稿子给出版社 还是会被打枪呢 到现在还是哦 对写作的人来说 退稿是家常便饭 哦 是哦 你怎么会突然问我这个 没有啦 就是那个我同学啊 他很喜欢张曼娟 很想像张曼娟一样 成为写作的作家 可是他连续投稿很多次 都被退稿耶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退了就再投啊 我们老师也是这样鼓励他 可是现在只要提到 投稿两个字 他整个没动力 完全就不想写 他说写了也是白写啊 是哦 其实被退稿 表示这个稿子没写好 可以多给几个人看看 听听别人的意见 然后再去修改 修改完了 再去投稿 我以前也是天天被退稿啊 退稿没什么了不起的 只要继续不断地投 有一天一定会被蹬出来的 嗯 我会把师父说的话告诉我同学的 师父 师父 小燕姐姐 嗯 嗯 我跟你们说 我今天被雪上去踢球啊 啊 之前看乌光都很认真在练习 练到脚都起水泡 不能走路了 还是天天到球场报到 去看人家练习 不放弃每一次的学习机会 武光啊 前阵子你不是说你一天到晚都坐冷板凳吗 对啊 你那个时候这么努力 但一天到晚坐冷板凳 那时候的心情怎么样 你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啊 有啊 我本来不想要踢 可是老师说 只要放弃了 就零机会了 只要一直不放弃 机会就会像一加一一样哦 比零还要大 嗯 很有道理 有时候我们努力了半天 却没有看到成果 就觉得自己白忙一场 可是呢 你们如果可以像某个白忙大王一样 坚持不放弃 就会成功哦 啊 他是谁啊 他是一只野狼 他一心只想要吃到猪 可是呢 不管他再怎么努力 就是吃不到猪 因为他跑得比猪还要慢 哈 这 这是什么野狼啊 对嘛 跑得比猪还要慢哎 从前有一只狼 跑得非常非常的慢 到底有多慢呢 总而言之 就是比猪还要慢 那他一定三比八的 所以这只狼 从来没有抓过猪 小猪们经常一边跑 就一边嘲笑他说 来呀来呀 大野狼赶快过来追我们啊 结果大野狼因为追不到猪 就坐在地上很不甘心地哭了 这时候 狐狸博士来了 他关心地询问 狼啊 你怎么了 大野狼伤心地哭诉 博士 博士 你看 我跑得这么慢 都追不到猪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或是有没有什么东西 让我吃了可以跑快一点的 不然你知道吗 我现在都靠青菜水果在过日子 于是 狐狸博士 就把大野狼 带到他的实验室里 博士很兴奋地对着野狼说 你看 这就是我的实验室 我现在 正在研究一种特殊的小种子 然后这个法宝 就可以让你吃得到猪哦 话才说完 博士就给野狼 三颗粉红色的猪的种子 猪的种子 那埋下去图里面会长出猪吗 哎哟 怎么可能啦 狐狸博士对着野狼说 你只要把这个埋在图里 然后 我这边有一个成长翼 你每天到一点点 它就会发芽长大 然后你就会有吃不完的猪 你要吃多少就有多少 让你吃到饱 狼很高兴 又觉得不可思议地说 真的吗 这怎么可能 狼有点不敢相信 可是它想 姑且一世好了 于是 它就把种子 埋到土里面 又倒了一点点成长翼进去 果真发芽了 哦 不会吧 这样会有一棵 长满猪的树 耶狼跟雾光想的一样 所以狼都会在 每天早晨的时候 倒一点点成长翼进去 结果那棵树就越长越大 才一个星期就长大了 狼好赞叹呢 它说 好大的一棵树啊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可是我没看到猪啊 它已经等不及了 有一天早上 它又去到成长翼的时候 赫然发现 那棵树 长满了满树的猪 看到这一幕的狼 实在太高兴了 就在这个时候 它听到从远方 传来咚咚咚咚咚咚的声音 地上也开始摇晃 原来 今天刚好是 大象马拉松比赛 结果树上的猪 全都掉下来 掉下来之后 那些猪 就全都醒了 那 接下来 野狼又要去追猪了 好呀 真的是乐极生悲耶 结果 几乎全部的猪都跑掉了 野狼要追也追不到 这时候 野狼发现 有一只猪掉下来的时候 撞到树干昏倒了 它心想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吃到猪了 于是 它开始准备生火 等到好不容易把火生好的时候 这只失去意识的小猪 竟然清醒了 狼要走过去制服它 可是这只小猪 一只拼命地挣扎 就在这个时候 野狼的野巴着火了 它赶紧冲进去水里 让火熄灭 这个时候 小猪怎么样啊 逃走啊 等野狼把野巴包扎好了以后 小猪早就不见踪影了 所以 它只好再拿出第二颗猪的种子 再种第二颗 那第一颗不能再长小猪了吗 可能吧 也许只有一次机会 你们觉得 它为什么吃不到猪呢 它太笨了 然后又很衰 遇到大象在跑步 你们觉得它很衰 可是如果是你 遇到这种很衰的事 你会怎么办 会不会放弃啊 很简单啊 那就吃素就好了 那就改吃别的就好了 又不一定要吃猪了 我还蛮佩服这只野狼的 因为它实在太有毅力了 它后来又去找狐狸博士 狐狸博士又给它一颗猪的种子 这次野狼把种子带回家去种 然后种在盆栽里 之后发芽了 结出三只小小的猪 它想 没问题 塞牙缝也好 可是 它看三只猪越长越大 心里很想吃 终于忍不住 就把三只小猪抓下来 然后准备油锅 正要烤猪排的时候 小猪又醒了 这个时候 它正好有包裹来了 这三只小猪 就趁机溜走了 结果它就一路跑出去追小猪 忘记它们家正在烧油锅 结果没追到猪 它们家还被烧掉 它的野霸又被烧伤 第二次吃猪 它又没成功 你们觉得它会不会放弃啊 不会 你们怎么知道啊 它一定会再去找狐狸博士 对 它又跑去找狐狸博士 狐狸博士又给它一颗种子 结果那天晚上 野狼感冒了 它正开心地看着猪种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种子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 它怎么找都找不到 后来没办法了 它就先上床睡觉 结果 原来种子掉到地板的缝里面去了 在它睡觉的时候 这棵树就长大了 这么快 对呀 就像杰克的魔斗一样 等它睡醒的时候 美梦成真 它果然发现了一堆猪 你们觉得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啊 大象又来跑马拉松了吗 不会吧 不是大象 而是有一只犀牛来了 那只犀牛走路不长眼睛 刚好野狼的毯子飞下来 盖住了犀牛的脸 结果犀牛一头撞上了树 所有的猪物都掉了下来 就在这时候 在树上的野狼也跟着掉下来了 不偏不倚地压到一只猪 野狼心想 太好了 我终于有一只猪可以吃了 你们觉得它会怎么样啊 它会先去把火散起来 没错 野狼又去生活了 没想到 这个时候下起了大雨 火熄了 猪也醒了 猪又跑得无影无踪了 而野狼又感冒了 你们觉得 它会不会继续努力呀 不会 像世界上的猪 会不会太多只呀 你们看 它从头到尾白忙一场 其实可以让白忙变得有意义 即便没有成果 那为什么野狼白忙一场呢 它有没有在过程中学到教训呢 嗯 其实没有 譬如说 它如果学到教训 猪掉下来的时候 应该不要先去生活 要先把猪绑起来 所以 要怎么让过程不要白忙 这个很重要 也就是说 要在过程当中学到一些功课 往好处想 做一些进步 这只狼从头到尾都没有进步 所以它到最后 还是吃不到猪 好啊 师傅 我觉得啊 应该要学习野狼切而不舍的精神 其实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甚至会觉得 到头来好像白忙一场的感觉 可是 就算没有成功 但是 这中间的过程 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啊 嗯 就像修行成佛一样 佛也是人修成的 我们的心愿 意识 是可以造就一切 千万不可以忽视 自己的努力 心想成佛 只要努力 切而不舍 总有一日会成功的 无名烦恼 风吹起 扑地树也掉满地 手拿走走快快扫 无来一阵一阵风又起 扫地扫地扫心底 心里不扫空扫地 心里犹如一木天 烦恼犹如早草山 扫地扫地扫心底 心里不扫空扫地 心里犹如银不天 烦恼犹如早草山